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票开始一直到开票结束恐惧到好几天 才能够慢慢的底定 而现在大家全世界就在美国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作为世界的领导者 世界的独抢超级霸主 美国一个川普被形容是 没有人知道他当选之后会做什么 因为川普太难撤了 另外一个贺锦丽是个好人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能做什么 因为他的经历让很多人不知道他怎么领导美国 在国际上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大家也是很迟疑 所以在这样一个胶着状态里面 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此时此刻 过去是美国领导世界 现在有很多的新的力量 会尝试在这个状况里面 领导美国达到他们自己的一个目的 而这里面让全世界目前产生最大的变数 就是以色列 纳坦亚弗 北约 欧盟 还有法国 特别是法国非常明确的点的一个观念 就是在美国现在这样一个 非常胶着的状态之下 以色列正在尝试一件事情 就是80年以来的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和北约所建立的世界秩序 以色列尝试在这个乱局之中 发挥它的主导力量 建立新的中东秩序 而事实上在这个情势里面 其实对我们台湾关切的是 除了中东出事 因为人员 因为各种状况 货运状况 全世界一定受到影响 而全世界也在看 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都是他们可以尝试 打破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格局 建立他们心中的一个新秩序 而这里面对台湾来讲 我们要面对的是更麻烦 更棘手的习近平 会怎么想象 去建立他的印太新秩序呢 如果你关切这频道 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大家 以色列呢 其实目前在做一件事情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你在加萨总廊 跟哈马斯的战争 已经一年多了 还在焦灼 还没有结束之下 你怎么现在又开始 又去轰炸了叙利亚的 俄罗斯军队的基地 然后又跟伊朗开枪 又大军集结 要北进到以色列北方集结 要北进黎巴仁的南部 去消灭 歼灭真主党 你以色列到底在干什么呢 那事实上呢 就目前的这情况 就是因为 纳坦亚国和以色列 也受够了 过去80年 以色列在整个中东里面 到处绑手绑脚 欧美建立了新秩序 他要建立自己的一个新秩序 而这个情况之下 吃定了美国现在总统大选 非常尴尬 所以CNN都直接做了一个评论 拜登这个政府 快要管不住纳坦亚胡了 我们先回来讲说 以色列当然我们知道说 我们有时候 就钦佩这个国家 800万人 一个这样一个小国 在中东数亿个 有敌意的穆斯林的环境之中 撑在那边 当然有他们的一个 坚毅的能力 但是这坚毅的能力里面 对以色列来讲 他们其实美国或欧洲 也不希望变成是一个 中东的一个引爆点 所以就是好像有点 相安无事的一个状况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 以色列在这种情况里面 也持续的 每年5%以上的军费 要去面对整个中东国家 对他的一个压力 那这样一个压力 怎么去改变呢 所以你会看到 他出兵加萨 处理掉哈马斯 那个东西当然就是长期的 对他们内部来讲 长期的矛盾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矛盾 但是更大威胁在于说 伊朗跟他没有直接的 土地和领土的连结 所以依然只能像是前几天一样 发射了一枚81枚飞弹 对他进行一个威慑性的攻击 可是黎巴勒就在他北边 黎巴勒的真主党 其实在美国的评估里面 是有实质战力的 而这实质战力呢 甚至于他们的火箭炮弹 加上飞弹达到数万枚 而他们的军队是真正受过专业战场训练的军人 而不是哈马斯那样的一个游击队 所以真主党背后又是伊朗 所以对以色列来讲盲刺在背 所以先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先是呼叫器 再来是对讲机 现在后来呢 又是连那个所谓的矿石收音机 都受到那个功劳之后攻击之后 整个真主党目前的通讯指挥链 有点断裂 以色列就开始大举的空炸 然后火箭基地 甚至最后连那个真主党32年的领袖 都在地堡里面被以色列给歼灭 那这个时候9月30号晚上 以色列就集结了大军 他们当然不是说去入侵黎巴勒 因为那牵涉到侵犯主权的问题 但是就是要去歼灭消灭真主党 让真主党再也不会成为 以色列的一个威胁 那如果没有了真主党 旁边的约旦通常又比较温和 那对以色列来讲 他就可以在整个中东里面建立了 以色列不再是每天备受威胁的 中东新秩序 那当然这个情况里面 你就看到拜登 原来在之前的时候 包含连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秘书党都认为说 以色列纳坦雅胡你要自我节制 拜登还说他要打电话给纳坦雅胡 要呼吁他要做一个局部上的控制 而美国呢 也派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在那边维持秩序 可是呢 四个小时之后 伊朗发射了180亿枚的飞弹 那当然美国帮忙拦截 以色列也帮忙拦截 可是这个局面就已经到了失控 而以色列呢 抓到这个状况之后 更强势了 就是他要反击 而这时候回到美国 美国现在变得很尴尬 马上就要投票了 而在选情这么胶着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如果压制了以色列 那对于美国境内 犹太裔或支持犹太人 特别是华尔街那些金主门来讲 民主党是麻烦 但是不压制以色列呢 那些美国境内的穆斯林选民 心里也会有矛盾 而穆斯林选民这些不是白种美国人 当然基本上对于川普 是没有那么支持 比较有疑虑的 可是他们如果气到不投票 一大摇摆州 对于民主党的选情也不利 而美国是选举人质 所以就变成是美国现在很尴尬 而这种尴尬之下 就会是全世界很多有野心的人 开始要去想要挑战 二战之后 美国建立了世界秩序 又一个新的一个尝试 事实上呢 其实美国 一直说是成为世界上的领袖 但是二战之后 美国原来是因为 跟前苏联对抗的关系 然后全世界就有一个秩序 这个秩序里面就是 基本上呢 冲突局部冲突都一定有 但是美国一直在做冲突管理 而且最重要的有几个界限 第一个就是 原来国际上认知的 认知的这个范围 区域上的战略 你不要给我打破 但是以色列 实在明显的想要打破 而更麻烦的是 连领土 现在都有俄罗斯带头 想要去打破 这将会影响到全世界 我们下次再谈 请不吝点赞订阅